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那个不是陆锋吗 他旁边的人不是乐美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 陆锋在家里欺负乐美 现在又在外面 跟别的女人勾勾搭搭的 真是太欺负人了 到底行不行啊 好啊 替你的 枉费乐美对你一片痴情 你还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我打死你 妈 还有你 还有你这个女人 抢别人的老公 破坏别人的家庭 我连你一块儿打死 妈 打死你了 你干什么 你在这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 要不是因为你的话 我爸妈怎么会到现在还这样分居 你还养出一个私生子来 奉我和我哥的家产 你好意思在这儿大呼小叫 你才不要脸 行了 不要脸的女人 再啰嗦我 打死你了 打死你了 你不是人 我砸死你了 把我老公和我女儿还给我 还给我 我不走 把乐美还给我 你别走 龙本 你别 陸峰 陸峰你流血了 陸峰 血 疼吗 在那呢 妈 没事了吧 姐 妈 妈 姐 妈 姐 起来 姐 陸峰 您怎么可以伤害妈呀 陸峰 你也太混蛋了吧 连你丈母娘都打 你是不是欺负名山走了 勒美娘家没人了 还有你 你这个狐狸精 好好的人目当 非要当什么第三者 我呸 不要脸 陸峰 我被人骂你就这样看着 你跟个疯子计较什么 走 我的妈呀 我真是开了眼了 你这个王八蛋 还骂我是疯子 你们俩才是不要脸的狗男女呢 别走啊 你俩有本事别走啊 姐 姐 你没事吧 现在 我和陸峰的事情 已经不只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了 如果我再不做决定的话 我身边的亲人朋友 都会一个一个被牵扯进来 受到伤害 受到折磨 张勒美 你不能再这么懦弱下去了 你应该做出决定了 真是让人不忍心看哪 你对薄命鸳鸯这样分开了 你真的很少 愚美 坚强一点 把离婚协议书签了之后 你就解脱了 牛峰 快签字 行不行啊 既然决定离婚就痛快点 别耽误大家的时间行吗 陆风 恭喜你啊 又成黄金单身案了 乐美 我也恭喜你 不过呀 你要赶快替肚子里的孩子找个爸爸 否则以后她会被别的小朋友嘲笑的 闭嘴 收起你那副可恶的嘴脸 不领我的好意算了 反正我也不想看见乐美这张哭哭啼啼的脸 我要是男人的话我也很烦 你少说两句废话 乐美 我们走 乐美 乐美 等孩子生下来 我希望她可以认错归宗 陆风 乐美肚子里的孩子她姓张 从今天起 这孩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走 乐美 好 乐美 通风 你已经伤我太深了 以后你好自为之吧 我在民政局等你 爸 妈 子涵 你这个混蛋 你来干什么 爸 你不要这么骂陆锋好不好 我马上就要跟他结婚了 什么 你骂他就等于骂我 子涵 你给我过来 妈 你怎么这么天真的 他是有父之父 你跟他结婚 那是犯法的 妈 你看 这是陆锋跟张乐美的离婚协议书 她已经为了我跟她离婚了 这就证明她是真心爱我的 是 陆锋 你刚刚跟乐美离婚 你现在就要跟子涵结婚 你把婚姻当成你谋取利益的垫脚石是吗 当然不是了 我现在跟乐美已经离婚了 以后男婚女嫁务 互不干涉 今天我要娶子涵 是我跟子涵的事 你这个外人没资格管 陆锋 你不要理他 子涵 陆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跟他在一起十几年的人 他说分手就分手 说离婚就离婚 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连我爸的死 都有可能跟他有关系 像这种卑鄙卧串 根本就没有人性的人 你居然还要跟他结婚是吗 陆锋 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子涵你不用理他 你一定要相信我 叔叔阿姨 我是珍惜爱子涵的 我说你脸皮也太厚了吧 当初你要乐美嫁给你的时候 你说的是同样的话 正因为我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所以今天我才会更加懂得 怎么珍惜子涵 好了 你别说得好听 子涵 听妈劝告 一个人做错事情不可怕 爸爸妈妈有能力 让你从头再来 但是 你要是选错了身边的这个人 你将会背负一辈子的包袱 无碍的婚姻很可怕 但是隐藏着阴谋的婚姻更可怕 爸爸妈妈不希望看到 你把一辈子的幸福 交给这样的人呢 我不管 我就是要嫁给陆锋 好 那今天我一定先打死你 也不让你嫁给这个混蛋 你 你 你 叔叔阿姨 我是珍惜爱子涵 所以拜托你们 把子涵嫁给我吧 爸 妈 求你们答应我们结婚吧 她是真心爱我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她也不会在这里受你们的侮辱啊 女人 你 陆锋 你还要不要脸 当初你在我们家的时候 不也是这样跪下来 求我们答应你们的婚事吗 到今天 你还想用同样的方式是吗 当初我们把乐美嫁给你 她整天躲守空房以泪洗面 现在呢 你要子涵跟她有同样的遭遇是吗 陆锋 如果你是个男人的话 你就跪在地上永远不要起来 昊天说得没错 你以为我们还会上你的当吗 你别忘了 当初你和楚真华是怎么对付我的 像你这样的垃圾 进了我们的家 我还能睡得着觉吗 你还是最好收紧你这副嘴脸 赶紧起来吧 免得脏了这里的地板 妈 你说这点话也太过分了吧 你妈妈说的话一点都不过分 这样的人 我们就应该用这种方式去对付她 子涵啊 难道你也想跟乐美一样 受到这样人的背叛 通过之后 你才懂得清醒是吗 不是 你们耳根子怎么都这么软啊 为什么都相信张浩天说的话 耳根子软的人是你 我说的以前都是为你好 不想让你跟乐美有同样的遭遇 你懂吗 张乐美 张乐美 真的是够了 为什么你们不停地在说张乐美啊 她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我是宋家大小姐 她凭什么跟我比啊 子涵 卢丰 看来我爸妈是铁了心不会答应我们 不会真心祝福我们 那咱们就自己办婚礼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就算其他人都反对 我也愿意 走 宋子涵 你这天要是出了这个门 你这天要是出了这个门 你就永远都别再回来 不好意思啊 情节过两天就到了 你也要是个门 怎么办 你很久了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别逼我发火 宋子涵 你以为我怕你啊 大小姐 大小姐 我大力先恭喜你 祝你万年富贵 勇于爱河 早生贵子 谢谢你的金口啊 但是我邀请的客人名单里 好像没有你吧 没错 你是没有邀请我 不过我今天 是陪一位贵宾来的 总裁 请 子涵 妈 妈 你把话说得那么绝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子涵 妈是担心你 怕你被陆锋欺骗了 为了我的女儿 妈是不会放弃一切努力的 在这关键时刻 你不要一错再错了 这样下去 你就会造成一辈子 无法弥补的遗憾 妈 不管是对还是错 我自己都能分辨 我只希望你能参加我的婚礼 并且能够祝福我 你 喂 好的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你的新娘子准时送到 好 就这样 是陆芳打来的吗 是啊 陆董事长呢 说怕赶不过来塞车 所以让我直接把你送到婚礼现场 我觉得这新郎是有心电感应 他知道他厉害精明能干的岳母大人要来 所以啊 就吓得不敢来接新娘子了 什么不敢啊 我看他是没脸来吧 这么重要的时候 这臭小子都不亲自出现一下 总裁 他陆锋明摆着就是在玩弄大小姐的感情吗 您千万不能就这么看着 让大小姐往火坑里面跳啊 我碰你个住嘴 我看你在人背后嚼身根子的烂毛病 是没法改了是吗 我告诉你 就算我没跟陆锋在一起 你也没信 子涵 陆锋是给不了你幸福的 这次你一定要听妈的 妈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嫁给陆锋 我再来一次 你到底跟不跟我走 就算你问我多少遍都没用 我还是要嫁给陆锋 子涵 你给我回来 子涵 子涵 即使全世界都反对 我也要嫁给你 陆锋 你等我 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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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总裁 怎么样 快 没事没事 快快 子涵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你放手 陆锋现在在婚礼现场等着我呢 子涵 陆锋他不是真爱你 他想利用你 你知道吗 如果说你现在过去跟他结婚的话 那就会落入他精心布置的陷阱里面 子涵 回到我身边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给你未来幸福的生活 杨文鹏 你自作多情 这个样子让我特别恶心 你知道吗 我根本就不爱你 你让我说多少遍你才会明白啊 子涵 我只爱陆锋一个人 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只爱他一个人 子涵 你不要再固执了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也会害了你自己的 你知道吗 你说陆锋是为了要利用我 才会跟我在一起 那你呢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可你又做了什么 还不就是为了欺骗我 杨文鹏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该清醒了吧 子涵 你相信我 那是因为我着急赚钱 我也想配得上你啊 所以我只能这样 你让我自己脸上贴近了好不好 你想配得上我 然后再控制朗月 然后再跟罗杉公三大死 出卖朗叶的机密给他 你以为我不知道 像你这种小人 我这一百个看不上 陆锋他是无耻 可他再怎么无耻 也被你这种 赤裏旁壤的小人抢啊 子涵 子涵 你们都是怎么了 为什么别人结婚那么不挂 我结婚就这么狼狈啊 上次这样 真是也是这样 我宋子涵到底做错什么了 为什么每次我的婚礼 都得不到祝福 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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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 子涵怎么样了 正在抢救呢 昨天晚上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会突然发生这种事情呢 都说我不好 如果不是我拦着他 不让他跟陆锋结婚 他兴许不会这么激动 更不会出现 现在这样的事情 这事不能怪你 要怪只能怪那个陆锋 总裁说得没错 只要谁跟他站上边 就没好事 你来干什么 子涵出车祸了 这下你高兴了吧 我也没想到会出这种意外 没想到 你说得倒轻松 你勾引我们家子涵 害得他鬼迷心窍 现在连自己父母兄弟的话都不听了 否则的话 怎么会出这种意外 请问 医生 你们谁是宋子涵的家属 我们是 病人情况不容乐观 由于失血过多 孩子 可能保不住了 你们哪一位是家属 来签个字 同意手术 孩子 你是说他怀了孩子 对呀 病人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了 子涵什么时候怀了孕 什么 连子涵怀孕都不知道 还口口声声说爱他 我打死你 我 别打了 子涵也没说过 我怎么知道他怀孕啊 陆锋 到现在你还得找借口 子涵怀了你的孩子 你作为他的男人 竟不知道 你还识人吗 好了好了 这里是医院 要打出去打 你们到底有没有家属 来签字啊 我签 我不用了 大夫 请您一定要尽快手术 好的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们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由于病人受到撞击 导致了流产 可能从今以后 他不会再怀孕了